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 本集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9月19日央行公布第七波信用管制之后 大家都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古屋市场 今天我们邀请到信义房屋不动产契研士专案经理曾静德 来帮我们分析究竟这一个多月以来 市场的变化、民众的心态 跟第一线房仲人员实际的感受到底如何 欢迎阿德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问一下阿德 9月19日以来,比方尾售量或是交易量的数字的部分 你观察出来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尾售量的部分变化不大 但是就是从市场上的买气来看的话 跟上半年的平均期来大概基本上少了三成到四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这一波的从7月那时候的房贷之乱 后来央行喝咖啡到第七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上路以来其实就把民众觉得房价只会涨不会跌 这种心理其实很明显的打压下去了 所以整个市场上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健康的啦 就是没有太多的激情啊,就盲目的追价啊 那当然现在因为通常政策刚出来市场上的当下是最恐慌的 那毕竟现在到政策出来其实差不多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业界讲的就是让子弹飞毁了 所以你才会知道,可能到明年的上半年 你才会知道说市场上真正反映政策之后的反映轮廓 它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现在的交易量萎缩 你认为民众他是因为贷不到 所以不出来看房了 还是因为他在等降价? 我觉得第一个 他当然贷款他会担心贷不到问题 第二个,他觉得房价不会再像上半年这样涨 那如果觉得房价不会再这样涨的时候 他不急 因为上半年一个心态 你只要不买会更贵 那上半年消费者大概一个销售是看完之后 他会发现说,怎么礼拜一礼拜二跟我说 房子看的房子有好几间都卖掉 所以其实消费者会急 那现在基本上其实央行就是要 当然就是希望市场降温 那市场上降温 他也有提醒说市场上觉得房价会涨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健康的 所以目前我觉得说第一个大家觉得 不会再像上半年这样涨 那第二个房贷当然会觉得担心 那我带不带得到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 那你说民众会不会觉得房价会因此而看跌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其实市场上消化利空的时间大概需要两季 需要半年时间来消化 那你说真正影响房价 觉得他觉得如果是看跌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你要看到价格破坏的东西 价格破坏东西一定是有人比较急需现金 所以我们当然来看 就是说股市如果两万三千多点 台积电还是一千多块的时候 我觉得市场上的那个韧性是蛮强的 现在还没有出现屋主急需现金的现象 对这种状况比较少 都是会比较偏向个安 那另外一个通常 我们在看降价的那个风向的时候 通常是建商在带 因为通常我们屋主房子可能一两间 两三间了不起收租一下 出租其实就这样撑过去 但是有时候建商如果他手上的房子是一两百间 撑不过去他就白白了 所以通常他们建商的价格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 那要看到建商的时候 你没有让他半年感受到市场上买气是顿的 或者是他预期未来是不好的时候 其实他的降价速度也是很慢 所以他通常初期就开始送家电啊什么 就是可以观察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现象 所以降价三部曲是建商开始一直促销跟送家电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就对 送家电 送家电在送不动的时候就开始变相折家一些东西 可是其实最近这一两年有很多建商是这样啊 买方送装潢只是他把整体的价格垫好高 折价 装潢他们会把价格守住 对 你要是突然 尤其是你已经卖一些后面降价通常都有点麻烦 不过我们从 最近的一个月的预售市价来看的话 他其实比六月那时候的揭楼量已经呈现腰斩了 所以预售市场 虽然说中古屋市场首当其冲 但是中古屋跟预售是首前首的 所以这两个真的要冲会一起冲走 因为建商有出来欣欣喊话 建商说其实预售市场不用担心啊 就是预售也是两三年之后才交屋的话 其实不会受到这波警戒的影响 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看股价就知道了 最近的你看卖预售的 有一家公司跌蛮多的 我们讲哪一家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有没有影响 市场会用资金去投票 那你看普遍的营建股 都还有一些可以入账 其实价格都是先修正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影响 那当然影响最大就是 第一个大家觉得房价不会再涨的时候 我其实也不会急着去买预售 所以现在预售市场有一个现象就是 预约抗污很踊跃 因为大家对于案子 这个案子期待很久 可能看了半年一年 他终于推了 但是可能他下单的时候 就会很犹豫 犹豫度比较高 所以现在整个的销售速度都变慢了 来人就变少 主要大家都觉得房价 再像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 这样涨的几率不太高了 因为像你们刚开始 就是刚好在央行宣布的那一段时间 信义房屋也做了一个民调的统计 比如说看涨房价的人 在第二季的时候 大概是56% 然后到了第三季之后 他变成只有26% 等于是一个腰斩的状况 那现在这件事情又再过了一个多月 你认为民众看房市的信心 是持续在溃散的吗 就是到了年底会不会更早 目前我觉得不太会的原因 通常第一个当下是最恐慌 所以第一个当下 他其实看好度就腰斩了 那后面的话 我觉得市场上会找到新的秩序 你要让我去追价 我可能也不太愿意 你如果有好的标的 价格我觉得合理 它可能是可以称之 十几%是理性 那几%是悲观 悲观就是可能看好剩10% 但是看不好的是70% 那个市场就是 你请买方出来 他都不想出来 可是有可能走到这个程度 过去有发生过 从2016那时候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 长期的时间 是民众在看坏房价的比率 都超过六成 那个就是很典型 很典型的买方的市场 就买方出来 他可能出很低 那因为市场上买方不多 所以还是会去谈 那目前看起来 这个市场是 买卖双方的天品 是终于是比较 势均力敌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买方 那比较不用那么辛苦 你要看还是可以看 那上半年的话 你要跟人家抢 这个案子第一轮 基本上就差不多决定 如果是市场上这种 标准品价格 不要太夸张 基本上第一轮就没了 那你现在的话 其实是可以慢慢挑 那你刚开始 其实有讲说 其实现在代售物件 也没有增多 也没有减少 但是有一些真的 什么Apple物件的屋主 他这时候会不会 反而把房子收起来洗售 其实就是看他 有没有资金的需求 假如有资金需求的时候 他还是会卖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市场上 像这种物件的话 通常在这个时机点的时候 它会是比较好卖的 的一个产品 当然最最最 其实屋主现在遇到状况都一样 就是每个买方都是放贷的问题 嗯 都是放贷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观察一个点 说现在虽然说 买卖双方的天平是比较平衡的 但是市场上的供给量 其实是没有跟上的 没有跟上 但是一所市场是有供给量 但是我们会看 其实可能从明年开始 甚至到2026 其实市场上慢慢的 愿意释出的房子会变多 明年啊 明年开始慢慢会变多 到2026开 那这些释出是来自于 这些释出来自于 那个房地合一税 终于绑满五年了 你只要满五年的话 房地合一税就会掉到20% 嗯 那20%是 就是 庄家跟 屋主都是愿意 诶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税率 大家会觉得 这个税率的话 其实卖房子的话 意愿会比较高 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接下来要观察就是 那个 交屋之乱 嗯 交屋啊 交屋这一块可能也是会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 上一些房网去 PO一些宅情的 嗯 的部分 这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是指有一些交物量大的区块吗 呃 第一个 买太多户了 因为景气好的时候 景气好的时候 有些客户在这边 A案买一件 B案买一件 B案买一件 C案买一件 现在就是很 有一些人啊 他在交屋的时候 他会开始 面临到真的房贷 的乘数不足的问题 嗯 因为央行的管制 其实 管制就很清楚嘛 你只要名下有房贷 你在贷款的时候 的乘数 你自己就是要多讨钱出来 好 那有时候 先生有 可能有房子 老婆有房子 又买了一件的时候 可能这时候的 他就要想办法 去赶快把可能差的乘数 补起来 嗯 因为有时候建商 他们在 这个 有时候建商 会愿意做一些 分期付款啊 他们说公司 带账的方式 帮你补 让你分期付款这样 但是如果你这个 可能只有一两户 他真的没问题 但是如果整批很大批的时候 其实现在建商要 在资金的筹措上 跟以前比较起来 难度也是高很多 对 因为毕竟这个 央行的水龙头 一关 嗯 除了收购以外 其他的 其实大部分 都是受到影响 因为其实 听了几个专家分析啊 就是其实央行的水龙头 并不会再说 跨过2024 2025之后 他就会栓开 他就会打开 他其实是 他是持续在紧缩的 一个手段 对 因为央行就是 央行要做这一步 其实他要 还有目的性 很大的勇气啦 因为他一定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一定会被 有些人 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等等 他其实是下了很大勇气 但是他又不得不赶快 在这个时间点 赶快去踩刹车 因为实际上 就真的是 过去几个月 每个月的新增房贷余额都是 一千万 一千万 你知道我们搞这么久了 房贷余额才十兆 那你现在每个月增加一千万 那很快 不用多少的时间 你马上就多一兆 所以市场上 钱到不动产的 资金流入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那当然这个 搭配的大家都觉得 房价只会涨 不会跌啊 的时候又会赶快 push 你赶快去买 所以他当然会担心 泡沫越来越大 就一搓就像日本或美国次贷 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 所以央行这个水龙头一关紧之后 大家都知道啦 他会先观察个一年看看 市场上的状况会怎样 那即使一年到期了 他也不会转太多 把它转开 因为他知道一旦转开 之后死灰复燃又来一次了 对 到时候又被人家骂打假球 对 又白做了 所以 现在资金的确是越来越紧啦 是 上半年我们叫做这个 代求人 房贷来找客户 那现在是 人求贷 现在是拜托你贷 所以你会出现很多乱象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费用就很高啊 开办费啊 那些手续费等等 就很高 那你的贷款利率 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贷款利率 我都觉得说 奇怪怎么会这样 3%起跳吗 倒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你不是手购的 基本上有可能是 这个起跳 以前我们贷房贷都是要 就我银行 这个八成地板价 对不对 30年 最好再三年快先起 那你A银行没有 那B银行或C银行 你可能找得到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 有些银行就跟你说 这个就 不是新清安的一般手购 有可能是 2.4 或2.5 那你条件好的时候 你当然还是有可能 争取低一点 你要是一般的 换屋的 你名下已经有房贷了 想要再 先买后卖的这种 虽然说央行规定 可以跟你说 就一户 你切解嘛 对不对 就比照一般的手购 嗯 但实务上是 现在银行钱都很紧啊 他就把钱留给收 他是想办法 让你不要切解 对 就是你不要来我这里弄 对 因为切解很麻烦 因为他 之前要带后管理 嗯 就是你切解一年内 他要去追你说 你到底有没有卖 嗯 你没有卖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违约嘛 因为你当初切解了 那他要把 多带给你的可能 两成多的款项 要回来 嗯 很麻烦 后面的处理的程序 很长 嗯 所以他宁愿就是说 我就做单纯一点的客户 反正现在 能做的量能有限 手购客户 看起来数量也蛮稳定的 所以钱就会留给 这种一般的 手购的人身上 未来影响房市 你可以预言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黑天鹅 可能会出现 好 那现在房市 我们从大的架构 最一个最明显 反正每次只要房市 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就看政策 一定都是政策 好 那目前看起来 国庆日那天就已经讲了嘛 高房价问题 所以 第一个我们先确定说 其实 现在的政府 对于房价的这件事 是敏感的 对 所以第一个他 就可以说 房市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之下 不太会有表现 那 通常大家都知道 不要跟政策对做 所以投资就大概就 退场了 所以第一个还是看政策 第二个呢 我们当然还是最基本的 就看经济成长率那些 所以原则上 明年的经济看起来也还不错 因为AI 内需的服务业什么都还不错 就除了那些 船长 对 有些中的 中支配或台支配不太好以外 其他看起来都是 人间度都还不错 那第三个就是看通膨 嗯 因为通膨决定大家 决定说这个台币的价值 那如果大家还是觉得 通膨还是都这样啊 都是没有 比较减轻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房地产是 会有一些支撑存在 是 所以大概就都是 这几个因素凑起来 那但是 有时候不好评估 最简单就是 我们就先看股市 嗯 因为这一波的股市 动能实在是很强 嗯 而且这一波股价涨的都是 长辈的最爱 对 红海 对不对 我们飞鸽持有了 对 就像这种的话就是 传统长辈最爱 电子舞鸽 嗯 就很多人手上 都有了 嗯 然后涨这个台积电 哦 这种也是台湾人的最爱 护国神山 嗯 台积电 长辈最爱同时 长辈也是最爱买房 对啊 啊就资金嘛 就钱就变 变多了 嗯 啊台积电不只 不只我们的地方发展 跟他有关系 我们的劳 我们的退休身家 也都跟他绑在一起 你也是哦 因为我们的劳退 什么都是买一大堆啊 你该不会有十张吧 我们的劳退基金 什么都 第一个 买最多都是台积电 嗯 嗯 好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啊 就是 其实这样整体看下来 最大的黑天鹅 还是政策嘛 诶政策也不会啦 政策已经 很明朗了 嗯 他就站在旁边盯着你看 第八波啊 第八波 不用太紧张啦 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 就这样了 在ICU了 还能 对了 就不用再 不会出重手啦 因为通常央行也知道 现在他做的 都已经很紧了 当然现在你看数据 都还是 九月数据什么 还是高 因为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在消化之前 排队的朋友嘛 所以慢慢播 你就变成后来数据 所以我觉得央行 会有耐心的去等待说 他做的这些 到底的最后的效果 会是怎样 所以他可能会等个一季 两季看最后的数字 再去做一些决定 但是中间过程中 又肯秀秀补补补 像之前 既成 不小心 这个可能有些人 错失啊什么 他觉得合理啊 家里给他的 他也不算炒房什么 所以他就通通放掉 但是如果有一些 他看到漏洞的 他们也是不会客气了 随时开记者会 其实有时候不用开记者会 有时候就跟银行 要沟通一下 做法上 是不是要谨慎一点 是 好 那我代替民众问 这一题就是 现在到底是不是 买房的好时机 或者是我应该再等一等 我觉得如果你是自用的 就是我真的 譬如我结婚啊 我就是要买一间房子 这种就要在市场上持续的看污 那你把你需求什么的 跟总结 让他了解清楚 你的需求 你的预算 那现在看房子有好处 就是竞争比较少 你不会说啊 我这个房子出来 我第一天就赶快要把它决定 不然就被人家抢走这样 所以现在的自用可是一个 比较好看污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 价格上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一个工序来看 现在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 那至于投资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政策上就是不希望 钱一直往不动产 不希望房价一直上涨 所以就投资上可能就要保守 或者是要谨慎挑选这个区段啊 物件等等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自住客分成两块 投资客这个时间当然就是不建议你再出现了 最好都不要出现 最好不要出现 然后自住客呢 其实如果你有需求 还是建议你这个时间点 是可以出来多看看 因为看房子不建的 所以我现在看下个月我就会买到 但是你持续看一定会有那一间 你很喜欢的房子突然就出现 嗯 就是 不要 不要 不要放弃希望 对 好今天谢谢阿德 好 谢谢 谢谢 以上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拜拜 拜拜